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 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 也叫希拉克略 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 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 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 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 帝国需要强者 人民需要领袖 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 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军事坦丁堡准备夺权时 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 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 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 并处以急刑 还被株连九族 临行前 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 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 然后鼓起勇气 不无嘲讽地对他说 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事实上 结果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 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 调整政府机构 整顿财政系统 加强军事建设 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 带兵跟波斯人作战 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 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击重难返 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军事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 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年从加太基启航前往军事坦丁堡时 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定在了自己的传围上 现在他当然也坚信 上帝 基督和圣母 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住节地 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 阿瓦尔人 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 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 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他寻寻善诱地告诉臣民们 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 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 沦陷去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均是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 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 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 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 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 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 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 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追溯 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 总之最后的结果是 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 兵临太西风城下 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 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 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克汗的公元630年 波斯人略去的真实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 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 躺进圣城的 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城的仆民 至于留给波斯人的 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 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异教徒们安静了 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 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担惊结律时 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 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 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 基督是上帝之子 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 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 或者既是人也是神 他的本性又是什么 神性 人性 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 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 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 因为无形的上帝是凡人受孕 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 本身就很荒谬 然而正因为荒谬 才需要信仰 也只能信仰 这是基督教神学家 德尔图良的基本观点 他的话 道破了信仰的秘密 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 如果想得清楚 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 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 那么他思考的 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 而终极问题 是不可思考的 或者说 是想不出答案的 答案只在信仰之中 作为答案的上帝 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而是信仰的直白 他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信仰 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 无需证明 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 聪明的做法是 放弃争论 虔诚信仰 但是 这很难 事实上 理性地意识到 荒谬需要信仰 或信仰必定荒谬 是只有德尔图良 这样的人 才能达到的境界 也是了不起的境界 对于一般信仰而言 如果不想 迷迷糊糊地相信 就必须把上述问题 都搞清楚 教会也有责任 给广大信仰一个交代 否则 就是失职 教会 给出了解释 而且这解释 正是德尔图良 在公元三世纪提出的 叫三位一体 这种学说认为 作为无需证明的宇宙本体 上帝只有一个 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 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 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 即圣父 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 即圣子 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 基督教心灵中的指导思想 即圣灵 圣父 圣子 圣灵 虽然是三个位格 本体 却只有上帝一个 一个本体 三个位格 就叫三位一体 不过 这样的教义 不能靠思考去理解 只能靠信仰来接受 德尔图良甚至说 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 见鬼去吧 我们要做和能做的 只有一件事 除此之外 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 可惜 偏偏有人叫板 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 就跳出来说 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 反正基督是人 不是神 因为既然上帝唯一 如果又说基督是神 那就成了多神教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 基督的性质 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 如果基督是人 那么他也有神性吗 如果没有 请问 凭什么成为救世主 如果有 他的人性和神性 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 一个位格 两个权性 也就是说 基督只有圣子 这一个位格 却有人和神 两个完全的本性 也有完全的人格 和完全的神格 他的神格 与圣父同体 人格 则与世人相同 但没有原罪 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 是二性的 也是一位的 一性派 却不同意 他们认为 既然是本性 那就只能有一种 基督虽然是人 但他的人性 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 因此从本质上说 基督只有一个本性 这就是神性 只有人性 或兼有二性的说法 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看来 最好的办法是 一个基督 各自表述 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 也都是罗马人 爱国不分先后 信教不分派别 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 都不干 不干 也有道理 作为主教和神学家 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 能够占上风 作为帝国 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 而选择了基督教 又岂能容忍他们 七嘴八舌 莫衷一世 罗马皇帝 不能做事不管 事实上 他们也管了 只不过 君士坦丁的做法 比较粗鲁和野蛮 他在主教会议上 强迫阿里乌派 接受正统观念 否则就逮捕法办 希拉克略则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 却只有一个意志 这就叫基督一致论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 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 也不得不动粗 血腥的镇压 当然不可能换来忠心的拥护 到军事坦丝二世执政的时代 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 终于酿成 感谢观看